今天我很高兴和荣幸带领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 访问家乡福建代表团地理美丽的厦门市 今晚大家相聚一堂共序相亲 是一个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机缘 特别是我们得到了吴亮泰先生的热情款待 由苏晨市主席团长和林嘉兰副团长 带两个访问代表团 我能够跟大家用这暖餐感到回堂梦想 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在曼谷苏纳普机场 苏晨智主席 三十年代 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 福建厦门 今天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主席苏晨智协代表团 八十五位成员 取达福建省厦门 此次我们全团八十多位团员 全部是鲁泰女级协出代表 川立派主席的亲弟弟 看过丁丁相关报道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川立派前泰国国会主席 是我们福建南安级华人 此次苏晨智主席率领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旗下的十五家旅泰女级社团 可谓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内有百分之三十的桥林 从未踏上过祖国福建省 家乡的土地 所以为期一周七天的福建省访问行程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特别特别亲切 代表团一抵达厦门机场 便受到了厦门市桥办上官主任 等领导相线的热情接待 荣誉海鲜酒楼 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赴华访问团 抵达福建省的第一餐 由我们泰国福建会馆一遇顾问 泰国福建商会荣誉会长吴亮泰先生 于荣誉海鲜酒楼设欢迎晚宴 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交流访问代表团在厦门 在此祝愿我们访问代表团访问活动圆满成功 同时会祝愿各位会长 心想自成 事业相话 身体健康 极强如意 今天我很高兴和荣幸 带领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 访问家乡福建代表团 地名美丽的厦门市 今晚大家相聚一堂 共序相情 是一个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机缘 特别是我们得到了 吴亮泰先生的热情款待 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接待大家 使我深为感动 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 多次受到福建省人民政府领导的盛情邀请 请我们祖团回乡参观考察访问 以促进泰国和福建两地的交流合作 泰国福建社团连衣总会 这次组团回乡访问 获得连衣会15个成员社团 比试首长的热烈响应 人数达到85位 可以说是泰国福建社团 一向空前的壮举 也是泰国桥界一大盛事 前后拜访厦门 湖州 泉州 敬江五年安息南安实施 市县政府领导 团组中首次复免 团员占总团人数的30%强 吴亮泰先生在70年代 曾经定居泰国 是泰国中泰国际集团 董事局主席 中国桥连委员会海外委员 泰中友好协外顾问 吴亮泰先生祖籍福建晋江 曾旅居泰国多年 经商信业 他白手起家 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 凭着自己的睿智和胆识 创办了跨国企业 丰泰集团 成为了享誉中外的 华裔企业家 为中泰之间的传统友谊 和一带一路 原先国家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 今天团长苏承智 副团长兼秘书长林嘉南 率85位泰国福建社团 联谊总会 交流访问代表团 抵达家乡福建省厦门市 就收到了 吴亮泰先生的热情宽带 这也恰恰体现了 我们敏人敏伤 重情上意 念祖爱乡回馈桑子的 大格局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或许多数段